你理想中有多高的拍拖 我沒所謂的,我不是看外表的人 我是很愛恰的 很愛恰?那你也有基本高度吧 不要矮過我,矮過我其實很離譜 沒有多少個矮過你 對 所以你就可以了 不矮過你就可以了 對… 你有試過跟一個很高的男生拍拖 真的錄影的高度嗎 四個183吧 183? 對,跟我相差三十四 我覺得很可愛 對,對比很可愛 我想問你們怎樣… 怎樣… 那你不是要矮到很高 還是一定要抱起才可以… 你不是要把手這樣撞起才能拖起嗎 男人貌很厲害 原來要拖手是很大的問題 拖手要拖起手 你親的時候,牠可以烏下來 但拖的時候,一定會在高度 牠的手就會扯上去 對 對 原來是不舒服 所以牠就拖了 不知道,牠拿去眼睛 拖到街上 有眼光嗎 有很多人看的,我也會看 會不會吧 這麼大對比 很壞 其實不是歧視,我覺得牠挺有趣 對,可能覺得可愛 我不知道當時還小 我現在想起,不知道有沒有人看 不過你這樣說 我覺得有個現象是 女生小一點是沒甚麼問題的 但反而男生小一點才是一個問題 我之前有個前男生是15多厘米 15多厘米 那就是… 她差不多了嗎 好像真的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對,有時候要親親的時候 要得到嗎 好像有點困難 還有有點尷尬 你站在街上親吻嗎 不是 坐在街上也有問題嗎 不是,我不會回答你 我想到你唯一的尷尬 就是站在街上大家接吻 或者抱著也會 對,好像是我回答他 好像比他回答我 男生的自信心變得低了 其實也是心理問題 所以最後我們都是… 他不開心,然後分開了 我問過有些男生 她說她的定牌已經很有壓迫感 對,有點壓迫感 如果比她高的話 好像她要保護回頭 要保護回頭 例如有一個矮小的女生 我跟她在一起時 我有一個比較男人的感覺 好像有一個保護性 但如果那個女生比我高的話 回頭 被人打的時候是她去拆解 不是我自己去拆解 其實我以前聽過兩句說話 都挺划算的,形容高矮 第一個叫電燈探掛老鼠箱 我沒聽過這件事 我沒聽過 電燈探掛老鼠箱 就是以前的燈柱 很多年前,五、六十年代 會掛老鼠箱在燈柱下面 方便人們把死老鼠扔進去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一個很高的燈柱有個箱 形容一個男、一個女 就像別人電燈探掛老鼠箱 即是一個很高的男生 多了一個很矮的女生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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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